其实你们这件事情 你说要解决很容易解决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就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抽象一下它本质是什么 就是它本来在你这个幼儿园工作 幼儿园老师嘛 现在呢十几公里之外 有一个女儿家的幼儿园 她要去那边工作 两个幼儿园因为距离差了十几公里 所以没有办法在一起工作 那怎么办呢 她就希望把两个幼儿园合并成一个幼儿园 所以怎么解决呢 很简单 搬个家嘛 在女儿家附近找一个房子 买也好 租也好 换也好 不就合并了吗 但是我讲的不是这个 我讲的就是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姑娘会觉得 我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是很幸福的事情 还有很多姑娘说 你把我照顾的 我生活不能自理 是很幸福的事情 但这种幸福观是错的 疼一个人不是把它疼成 没有自理能力 如果把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幸福观 传达给更多的女性的话 未来自主性呢 如果有一天 离婚了呢 如果有一天 这个男人不在身边了呢 我相信你们的感受是幸福 但我不认为这种生活叫幸福 我觉得大姐 你应该学一些生活自理能力 不是为了什么大哥 也不是为了孩子 是为了自己 这种生活自理能力 对于你将来真正地步入人生的 最后那一段时期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好 束缚你们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好 谢谢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